不入虎穴,焉得虎子。 东汉明帝的时候,班超同匈奴打仗,立了大功,于是皇帝便对他为以重任,派他出使西域。 班超先到了善善国,善善国王知道他很有才干,对他十分敬重,但是过了一些时候,国王却对他怠慢了起来。 班超感到形势不妙,便召集同行的三十六人研究对策。 他分析当时的情况,说,最近善善国王之所以对我们冷淡,一定是北方的匈奴派人来到善善国进行联络,使国王犹豫起来,不知道应该和谁凶好。 我们已经处于很危险的境地了,匈奴人才来了几天,善善国王对我们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 说不定再过些日子,他就会把我们绑起来统统送给匈奴,那样,我们的骨头就要被豺狼吃掉了呀。 大家说,该怎么办呢? 同行者异口同声地回答道,不管是死是活,我们都听你的。 班超十分激动地说,对,不入虎穴,焉得虎子。 现在唯一的办法,就是今天晚上去杀掉匈奴派来的使者,只有这样,才能使善善国王归顺汉朝。 于是,班超和属下在晚上发动突袭,一举消灭了匈奴派来的使团。 第二天,班超便提着匈奴使者的脑袋去见善善国王。 国王大吃一惊,马上表示愿意和汉朝永久友好。 后来,人们就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比喻,不下决心,不深入险境,不经历艰苦的奋斗,就不能获得胜利。